聖语 圣经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活泼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但愿神也赐下智慧 让我们懂得如何跟 用智慧来与人交往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戈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到十一章一节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事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堂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复习 你们若愿意去 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 乃是他的 我这自由 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我若谢恩而吃 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 被人毁谤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十一章一节 在二十三节他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做就有人 保罗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都可以做 但是不一定有益处 不一定能够建造别人 所以我想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 哎呀 我没有关系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第二十四节说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 保罗提醒我们 在每一件事情我们在考虑到自己好处的同时 在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之外 其实我们也要考虑到 在这件事情上头 我们可不可以建造别人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只考虑到自己的益处 自己的好处的时候 事实上如果让人跌倒 那这个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保罗特别在二十三节提到了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但不都能造就人 二十五节提到 凡事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说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 保罗在这个地方 当然他要处理掉关于既偶像之物 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吃的问题 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都不造就人 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说 凡事上所卖的 你们就吃吧 那不要问太多 事实上在当时各人多教会所处的环境当中 其实在坊间 在市场里头所卖的这些肉 通常都是已经拜过的 那当然对于当时的肉摊来讲 这是好意 背后的好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好像是经过这些 这些神明的加持 好像已经祝福过了 好像买的人 他可以吃的比较好 或者是得平安 事实上在这种文化的背景当中 事实上有人就会去质疑 基督徒可以吃过 那些已经拜过的这些物品吗 所以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说 那你们去买的时候 你们就不要问 因为就算他已经拜过了 又怎么样呢 保罗要讲到一切重点是 26节说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福神 原来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切 我们所看到的这位神 他所创造一切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吃的 27节 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 请你们复习 你们若愿意去 凡摆在你们面前的 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这里讲到复习 这个复习很显然 他并不是参加神庙的这些的祭典 而是一般的这种宴席 那朋友的好意 那这里讲到不信的人 这个就是没有相信的朋友 他邀请你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说不要为着这些良心的原因 问什么 因为免得造成尴尬 你就只要祷告 你就要祷告 凭着信心来领受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提到是说 虽然要很小心 但是其实万物都是神所造的 我们就只要吃 不要问 在28节说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不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当时很多这些肉都已经败过 所以可能会吃到败过东西 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人就会质疑 你不是已经信主了吗 那你那些败过东西 真的是你们可以吃吗 那么这个时候保罗要特别提醒 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吃 只是因为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 就是为了他的缘故 他会软弱 他会有一个疙瘩在里面 他里头会有一些的信仰上的碰撞 为了他良心的缘故 我们就选择不吃 事实上犹太人 他们在这种异教文化 或者是在这种外族人当中 其实说实在他们要 他们对那个肉品是非常看重 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习惯 首先他们是不可以败过的 同时他的血要放干净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在纠结说 你这个肉到底有没有败过 你这个肉的自成是怎么方式的 有没有放血放得干净 免得我吃了 我就违反律法了 所以他说为了这些事情 其实会很麻烦的 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 他最主要是 如果根据外邦人的生活的这种习惯 可能根本都吃不到肉 所以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 特别提醒说 你们就不要问什么 你们就只管吃 特别在第26节说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 好 那29节保罗说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 乃是他的 我这次由 为什么被人的良心论断呢 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 事实上我们是自由的 不是吗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自由了 所以我们凡事都可吃 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 我们就选择不吃 我还是自由 不是好像因为他的缘故 我不吃就我不自由 不是的 是我还是自由 30节 我若谢恩而吃 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 被人毁谤呢 所以每件事情 我们只要感谢过 凡事都是神所造的 都是美好的 31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荣耀神而行 32节 不拘据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保罗在这里 他要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我们都是自由 但是不要在次要的事情上面 那些吃啊不吃啊 败过东西能不能吃啊 我们在纠结而使人跌倒 我们为了次要事情 在跟人家争吵 没有意义 我们最重要的是呢 他说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自由的 他在这里的重点是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 我可以选择吃或不吃 他为了别人的缘故 别人良心的缘故 他会疙瘩 他会觉得很在意 那我就不要吃 是这样的 33节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感谢神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为的是他的益处 不是我的益处 我的目的是让他也可以 能够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是让他可以得以能够得救 最后在第11章的第一节 他说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那他这一段的经文 最主要是指的在33节 我凡事倒空自己 我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只求别人的益处 我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我在乎别人良心的看法 让他也可以将来 有一天他也可以来认识神 来得救 这就是保罗他 按着他期待 能够让人可以来得到 这个福音的那个迫切感 所以自由做或不做 都是一件美事 前提就是我们怎么去使用 我们属灵的自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因着在基督里面 我们得着自由了 也求神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 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 了解别人的感受 好让我们所做的 好像不是那么的唐吐 好像不是那么的让人不舒服 让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了让人可以来认识 祝你这一位又真又火的神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祝你这一位又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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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